第416集 沉默 一片沉默 良久良久以后 一个娇小的女子忽然站起身来 对着洋洋洒洒于空中 见不可见的尘埃灰烬 拱身一礼 随后一言不发 踏步而出 归儿 她的动作仿佛会传染一般 一时间所有的移民沉默着 重复了一遍她的动作 紧跟在她身后 向着远处缓缓远去 此时 以他们的精气神和状态 哪怕是张凡和四雅不出手 仅仅凭着谷中的三百精英 就足以灭杀他们有余 不过张凡既然没有出言阻止 他们又怎么会自作主张呢 经过先前的一幕 三言两语 逼得对方原音乌老自尽的威势 张凡已经彻底的 在这些破山城修士的心中 树立起了强大无比的形象 此时无论她做什么 都不会有任何人 有任何的意见 小子 你倒是蛮有先见之明嘛 要是这个时候 再对这些野人下手 倒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话说回来 乌老那个老小子 哎呀 死的真够冤枉的呀 苦道人的意思分明带着探婉和不平 可是听其语气 却是幸灾乐祸不已 张凡一笑 摇了摇头 目送着这些移民最后的火种 缓缓地消失在天际 正如苦道人所说 乌老之死的确是冤枉 他以命换来的这些火种 尽数已经变成了哑火 锁天门神通之下 便是张凡也得靠着本身修炼过这个神通 再加上瓦儿的悬音众欲心觉的帮助 才能解脱 更何况这些和他相比 根本就是蝼蚁一般的人物了 一生一世 这些寄托了乌老无穷希望的子弟 却是不能再有丝毫的寸进 一声无言扣向天门 登临绝顶 不过是一些没有威胁 没有希望的可怜虫罢了 随即张凡又想起了 那个带头而走的女孩 归儿 她便是这所有人中 唯一一个不曾中天所之人 或许有朝一日 她能够成为移民的主心骨 完成她幼年的希望 赢得所有移民的尊重 也未可知 罢了 目送着最后的小黑点 消失在天地相接之处 张凡摇头失笑 转身向着冰封红花骨落下 圣皇血脉 没有在她的手中灭绝 就足够了 无论如何 对这些引领人类 逆天正命的前辈高人 她的心中 多少都是带着很多的敬意 这个结果 也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一道惊鸿跨过 张凡脚踏实地 地面上终年不化的鸡血 尖兵 发出生生的呻吟之声 仿佛 以为先前她展露出来的威势 而站立 周围的破山城修士 尤其如此 此时 他们的目光中 崇敬 敬畏 感激 充斥其中 先前的一幕之后 张凡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地位 怕是不再嘶哑 这个把他们自必死的静体之下救出的本方原鹰真人了 无声的 自发的 一条通道裂开 没有人挡在她的身前 遮挡其视线 他们的看法 他们的注视 在张凡的心中 自然如浮云一般 丝毫不曾在意 在裂开的通道尽头 一个以门张望的倩影 跃入了眼帘 婉儿 她的目光中 纯净无比 没有其他人的敬畏 感激 等等的情感 有的 只是闲静 等候 疏忽间 犹如鸟鸟吹烟中 举目远眺 寻找归来的当家人一般 这种亲切 这种自然 在张凡的心目中 远胜过 把她当作神一般的崇敬 心中当即一暖 一抹微笑浮现了出来 踏步而出 疏忽而过 出现在婉儿的面前 哥哥 你回来了 嗯 回来了 白开水一般的对话里 有着慧心一笑的自然 是谷中的数百人于无物 回转于十无中 一时间 袁英真人斯雅 网儿的师父 韩月 还有谷中的所有人 在他们两个人的世界中 都不存在了 天地之间 只有彼此 观学品名 听一曲笛声 天籁之音中熏燃 落英缤纷 赏一出妙舞 婆娑身姿里沉醉 白雪矮矮 落红便洒 轻松 惬意 无异于人间仙境 多少年来 张凡都少有如此轻松的时候 在婉儿的陪伴下 一个月的时间 转瞬就过去了 在这一个月里 除却在最开始的时候 去见了一下 玄音宗的 袁英真人斯雅之外 其他时候 张凡接着闭门谢客 绝大多数的时间 和婉儿相伴于悠游谷中 此外 便是手中拿着一块 形制特殊的令牌 沉吟不语 正在此时 张凡羊躺在云床上 身侧婉儿吹奏着谷笛 一曲天籁绕梁 时无一侧开窗 那飘雪落鹰鱼一鱼 在这惬意的环境中 她的眉头 却是略微的皱起 身前漂浮着的 妖黄金乌令 贴伏地 在大腿上的手掌 微微地颤动着 似乎在笔划着什么 这枚扶桑木制成的 妖黄金乌令 在张凡的手中 又与在乌老之手 是不同了 那种骤然现世 不可控制的 夺目光辉不见了 爆发之后 瞬间暗淡的后继无力 也不在了 此刻只有唇厚绵长 温润如月的光泽洒出 石屋之中 也是一片暖色覆盖 不仅仅是颜色 材质 其上 恍如火雾一般不停运转着的图案 也在发生着变化 十日横空 疏忽来去 宁神望去 只觉得刹那功夫 便是无尽的大日升落 凌驾在十日之上的金乌 便是不时回眸 比尼四方的傲气 显露无遗 这一切皆是 源于自张凡的手上腾起 仿佛丝涛一般萦绕在了 妖黄金屋令上的金色火焰 有了太阳经验的补充 这枚令牌 方才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这哪里仅仅是一枚令牌啊 分明是一件上好的异宝 不错 这的确是一件异宝 不过 却是只有金屋 能够御使的特殊宝物 若非如此 也不会这么多年过去了 始终没有被移民发现 他的玄妙之处 这妖黄金屋令 并不是张凡最初想象的 只是某种身份的证明 入手研究之后才发现 此令牌更大的可能 是一种封存 一种传承之意 换句话说 这里面封存的东西 乃是炼制此令牌之妖神 想要传于后世金屋传人的传承 多日的揣摩 张凡才肯定了 这令牌之中蕴藏的 无法提取 只能领悟的东西 当是类似晶圆之类的存在 晶圆 以晶圆为平衣 附带着封印着 太古妖黄三足金屋 驾驭十日横空 灭绝天地万物生灵的酷烈 就是这种精神 领悟了这种意境 这种精神 或是直接以令牌作为媒介 施展出与该酷烈意境相符合的神通 威能十倍不止 至于符合这晶圆意境的神通 自然也在这妖黄金屋令上留存着 张凡目光炯炯 猛得一宁 尽数集中到了 十日上空的金屋图案之上 那眼中的火热 几乎要把冰雪消融了 哥哥 你都看了一个月了 这个牌子有这么好看吗 婉儿难得娇撑地摇着张凡的胳膊 听他的语气分明是在说 这令牌哪里有自己好看呢 张凡婉儿一笑说道 婉儿 你看看这图案 像什么呀 不就是像莫灵吗 婉儿皱着小鼻子 连想都没想直接说出了答案 看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一直陪在张凡身边的她 吃着令牌的醋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然以她的性子 哪里会注意令牌上是什么东西啊 莫灵 张凡哈哈一笑说道 哈哈说得倒也不错呀 嗯 还有呢 今时今日的莫灵已经稳稳地跨入到六界妖兽的门槛 其形貌也渐渐地与传说中的金乌相近似 倘若她周身上下的羽毛全部变成那三根金乳相同 再多出一只爪子来 便是张凡也看不出她和金乌有什么区别 嗯 还有 婉儿雪白纤细的牙齿 咬着嫩红的下唇 略歪着脑袋 说不出可爱的 皱着眉头 看仔细了 张凡也没有为难婉儿的意思 手上微微地晃动了一下 一抹金光沿着无形的通道染上了这妖黄金乌领 如有生命一般 恍若一条金蛇在令牌上的图案盘旋着 最终汇聚到了那只比尼四方 浊然而立的金乌之上 啊 这是 婉儿的小手捂着嘴巴 吃惊地惊呼出声 有些时候 亏一般可亏全豹 但见了全豹 却容易因其整体而忽略了一些细节的东西 比如眼前 那抹化作金蛇一般灵动的金光 在金屋图案的轮廓上游走着 就好像金屋本身的线条 一条条地亮了起来一般 煞时间 本来为浑然一体的气势所护 而不曾发现的一些东西 顿时出现在了婉儿的面前 字 这些 是字 婉儿不敢置信地转过头来问道 这金屋图案 气息涉人心魄 令人不敢证实 即便是只看向下方的那十个太阳 也仍然能够感觉到一股雄魂 盘居于上 不觉间屏住呼吸 这一般神韵突出的图案 简直让人忽略了图案上的细节 更不用说组成这一切的一笔一画了 可是在这金光的映衬之下 一切都明显了过来 构成金屋图案的轮廓 赫然就是文字的模样 哥哥 这是什么字啊 一边问着 婉儿一边伸出葱白玉纸 一笔一滑地 按着图案上的样子瞄着 不过瞄了半天 却是不曾觉出有什么不同来 也只得颓然放弃 转而求救式地望向张凡 这一望 却正见得张凡似笑非笑地看过来 好像在看笑话一般 哥哥 尾音拖得长长的 也让撒娇一般 张凡宠溺的一笑 摸了摸瓦儿的脑袋 时隔这些年不见了 尤其是在这次帮到了他之后 瓦儿显得开心了不少 不再仅仅是乖巧了 至少学会了撒娇了 金屋 这上面是金屋两个字 张凡撞若随意地说道 不过只要看他骤然捏紧 将妖黄金屋令 攥在手中的动作 就知道 他的心中远远没有表面看上去 那么淡然 妖纹金屋 这赫然就是与妖纹龙相似的 妖族的文字神通 太古妖族与现在的妖兽不同 他们是一个强大的种族 甚至在人类崛起之前 他们才是天地间真正的主人 他们的文字 要比现在人类的文字简单不少 并没有那么多且杂的文字 有的仅仅是几百个 充其量上千个的文字而已 但是这些文字 每一个都不仅仅是文字 每一个皆蕴含着天地间的智力 行诸于外 便是神通 妖黄金屋令上的图案 正是代表着金屋神通的妖文 妖文神通旋之又旋 并不是仅仅知道文字是什么样 就能够施展出来 正如妖文龙 需要的是龙族血龙 或者是龙元一般 要施展这金屋妖文的条件 更是比其还要苛刻百倍 不过张凡却是完全符合其中的条件 其一 要求是金屋之体 张凡有金屋法相 有金屋的气息 自然能够满天过海 满足这个首要的 也是最无法跨越的条件 第二 需要太阳金焰 这点更不用说了 张凡此时的火焰神通 登峰造极 太阳金焰固然尚未有灵 但是确实是货真价实的 天地至强火焰之一 自然足以仗之以施法 第三 这一点最是玄之又玄 闺蜜莫测 难以揣夺 它需要的是意境 是精神 是一种待天行法 时日横空暴晒大地 酷烈无情的意境 这种俨然上天凌驾一切之上 众生皆是蝼蚁的酷烈 并不仅仅能够语言来形容 短短时间内 张凡也领会不到其中的精神境界 却不妨碍他调动妖黄金乌令的 精元传承 施展此法 也就是说 张凡有条件 甚至可能是整个天地之间 唯一一个有条件施展 妖闻金乌的人 这一个月以来 他的绝大多数的精神 尽数地集中在了领悟妖闻的绝妙之上 道德此时为止 也不过是稍解奇妙罢了 哪里是婉儿临时间一葫芦画瓢 能够明白其中玄妙的呢 这有什么用啊 婉儿好奇地问道 他未必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不过秉持着张凡喜欢的 他也喜欢的原则 还是饶有兴致地问道 有什么用 张凡大笑着长身力气 一手抓向婉儿雪白的浩腕 口中说道 婉儿 跟我来 话音刚落 流光一闪 一柄蛊笛落在云床上 刚刚啪的一声响 由此微微颤动的 人影依然渺渺 时屋中一片空空荡荡 冰封谷上空 惊鸿一闪而逝 张凡一手持着妖黄金屋令 一手拉着婉儿 凌空而立 周身的衣袍随着永不止息的狂风 烈烈作声 飘然若 仙人下凡 婉儿 看好了 张凡手上一抛 妖黄金屋令 当空悬浮 万丈光芒 俩然大日浮空 赤 大鹤一声 屈指在前 一笔勾画 随着他的动作 金色火焰 自指尖上冒出 沿着某个诡异的轨迹 在虚空中 留下了一抹璀璨 仿佛在呼应着什么 空中的一笔刚停歇 悬浮着的妖黄金屋令上 金屋图案的轮廓中 一条纹路 骤然亮起 俨然虚空中 璀璨的痕迹一般 一笔一划 两相呼应 每一笔划出 皆有一轮红日 如海面上月升 恍如至乌云中 破出一半 高悬于虚空之中 万丈光芒 炽热高温 片洒而下 顷刻间就改换了 天地